音乐几乎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最喜欢的音乐可以让你感到快乐、受到启发 而且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 音乐甚至可以揭示一个人性格的深层秘密 不过在深入探索之前 别忘了先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关注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亮生活频道 回到音乐和性格之间惊人的联系 在赫瑞瓦特大学 赫瑞瓦特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超过36000名参与者被要求 对不同的音乐类型进行评分 并提供有关自己性格的相关资讯 在分析了所有的结果后 专家发现喜欢相同音乐风格的人也具有相似的个性特质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 来看看这说明了你性格中的哪些特质吧 一 流行乐 如果你是流行音乐的忠实粉丝 你可能外向 勤奋 而且相当诚实 你喜欢结识新朋友 并挑战令人兴奋的冒险和新想法 你也可能有很高的自尊心 这并没有错 你确切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 而且你觉得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你也非常有动力和野心勃勃 为自己的未来定下明确的目标 你已经准备好努力让你的梦想成真 然而 流行音乐爱好者也有他们的缺点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往往没有其他人那么有创意 这是因为他们经常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而无疑的 这种特质有助于他们走向成功 二 摇滚 很多人认为 摇滚是具侵略性和沉重的音乐 有趣的是 喜欢摇滚乐的人 比你想象的更内向 梦幻和浪漫 如果摇滚乐是你的音乐类型 那么 你是位有创意和相信直觉的人 摇滚爱好者将世界视为无限可能的平台 并有兴趣 同时掌握许多事物 他们也有浪漫的一面 即使他们很少坠入爱河 但当他们这么做时 他们会深深地爱着 并竭尽全力让爱与开心 欣赏其他类型的摇滚乐 也表示你是一个灵活的人 可以快速适应任何情况 并充分利用它 尽管如此 这类人可能会有自尊问题 因为他们经常注意到自己的不完美之处 并且往往会对自己过于苛刻 如果你的播放列表主要由饶舌和嘻哈音乐组成 那么你可能非常外向和活泼 饶舌爱好者过着派对般的生活 因为他们有出色的社交技巧 可以找到外向和内向的共同点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他们的社交生活突然消失时 他们会感到空虚甚至沮丧 与摇滚乐爱好者不同 喜欢饶舌和嘻哈音乐的人 倾向具体而不是直觉的思考 他们相信自己的感官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事实上 他们也有很高的自尊心 这很容易成为一种不好的特质 因为他们有时会以傲慢和跋扈的方式行事 尽管如此 大部分时间饶舌爱好者都拥有无可匹敌的魅力 并且吸引人群的目光 如果你不能停止听电子音乐 那么你可能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见 且很少妥协的社交蝴蝶 电子音乐爱好者 往往是参加演唱会和音乐节的忠实粉丝 就像嘻哈迷一样 他们是利用感官探索周围世界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过于坦诚 这有时会让他们陷入困境 但是他们不是有意要冒犯任何人 他们只是宁可接受苦涩的真相 也不愿听信甜蜜的谎言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想法 观点和信仰充满热情 他们永远不会做任何违背道德准则的事情 事实是 与他们相处并不容易 但如果你这样做 你将获得最忠诚 最强烈 最有趣的朋友 5.独立音乐 众所周知 越来越多的人对独立音乐 以及独立乐团和艺术家的独特作品感兴趣 如果你是那些不断寻找新的独立宝石的人之一 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内向但极具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当我说创意时 我指的是真正的创意 独立音乐爱好者 无疑是所有音乐类型中最具创意的 他们知道如何跳脱常规思考 并在一瞬间找到简单但创新的解决方案 这使他们成为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和创新思考大师 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他们 自己 他们可能非常懒惰和被动 往往宁愿等待问题自动消失 此外 他们容易产生焦虑和忧郁 这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 如果他们花时间与所有内心的恶魔对抗 他们可以轻松地在世界舞台中 霸展一席之地 6. 乡村音乐 乡村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忠实粉丝 如果你是其中之一 那你可能是个悠闲 友好和负责任的人 尽管乡村歌曲经常描述情绪高低起伏的过程 但大多数乡村音乐爱好者 很少经历情绪波动 而且情绪稳定 他们是乐观积极的人 如果你看到他们伤心 他们一定是有充分的原因 听乡村音乐的人也是天生的照顾者 总是试图确保每个人都快乐 因此如果你需要人的建议 或小要一个肩膀哭泣 快去找他们吧 然而尽管他们友好 但他们可能会非常害羞和优柔寡断 这个特质也可能阻碍他们的幸福 如果你的生活不能没有爵士乐或蓝调 那么你是位聪明迷人和传统的人 爵士乐爱好者享受最简单的事情 并将主要关注放在人际关系上 他们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友谊 且非常重视家庭 他们也很整齐有序 你不会在他们的房子或工作空间里 发现任何混乱 谈到他们的社交生活 听爵士或蓝调的人大多是内向的 他们对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和热情 但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的跟某个人建立情意 此外 爵士乐爱好者高度负责 有组织 值得信赖 这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工作者 同时也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忠实合作伙伴 根据研究 如果你喜欢可以让你随之起舞的音乐 那么你是一个外向和自信的人 你喜欢所有冒险的东西 而且通常是第一个跳下悬崖或跳伞的人 你最重视的事情就是你的经历 所以你在家里度过的任何一天都是浪费时间 即使这种特质给你的生活带来额外的刺激和乐趣 这也可能让你忽视更重要的事情 无取爱好者可能缺乏稳定性 并且经常在一天结束时发现自己处于孤独状态 仅仅是因为他们很少向其他人敞开心扉 倾诉最深层的心事 也许你应该放慢速度 并学着享受一件事物 有时以适中的速度生活会更加充实 不幸的是 现在的人几乎从不听古典音乐 但如果你是那些真正喜欢他的少数人之一 那么你是个非常聪明和自信的人 你在自信和傲慢之间取得了健康的平衡 你确定自己的能力 能够接受自己的所有缺陷 也不会自视甚高 这正是你的魅力来源 你可以放松自己 散发一种吸引人的和谐 古典音乐爱好者通常是内向的 但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此外 就像摇滚乐爱好者一样 他们非常有创意 经常从事诗歌 绘画 表演 或任何其他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活动 那么 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 为什么 请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 帮这支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